尼米兹机航空母舰 是目前世界上排水量最大 舰载机最多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航空母舰 亦是美国航空的核心力量 共10艘 那么它的具体数据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一艘航母威力最大的便是舰载机了 而尼米兹机航母的舰载机 有两个F-14D熊猫战斗机24架 FA-18CD大黄蜂攻击机24架 E-2C鹰眼预警机5架 EA-6B徘徊者战术电子战机5架 S-3B海盗固定翼反潜机10架 和SH-3海王SH-60F海鹰直升机等 所有的飞机和直升机加起来大概80架 不过这个不是固定的 情况需要时可以有更多的 其次尼米兹航母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潜平台 它的S-3B海盗固定翼反潜机 是一个有着超长续航能力的舰载反潜机 且装备了先进的综合反潜系统 其主要武器为MK-46、MK-50、对潜、鱼雷、火箭弹之类的 可以对目标海域进行大范围的搜索 同时进行反潜作战 而它的E-2C鹰眼预警机则主要用来预先发现目标 其强大的预警雷达甚至可以探测并识别到 来自460公里距离的来袭目标 还有来自270公里距离的导弹目标 这一先进技术能为尼米兹航母编队提供多余15分钟的预警时间 并使得舰载机防御区可达580公里左右 最后 尼米兹级航母如今的10艘航母分别为 尼米兹号 德怀特D.艾森豪威尔号 卡尔文森号 西奥多罗斯福号 亚伯拉罕号 乔治华盛顿号 约翰C.斯坦尼斯号 哈里斯S.杜鲁文号 罗纳德里根号 布什号 鉴于上述情况所得出的结论 这艘世界级的动工于1968年的尼米兹级航母的战斗群的油料装载量高达1万吨 航空弹药3000吨将所有舰载机连对的话 可以控制25万平方公里的海域